他 比郭德康苗条 比周立波英俊 比王子界口齿清晰 他 就是全江苏最接地气的脱口秀主持人 杨运 全家脱口笑 马年马上送礼 除夕夜 除三道除夕 听杨运说段子 陪家人过大年 各位好 马年青春 让杨运陪您的家人说说笑笑过大年 各位校友 笑料是一波接一波 你绝对不容错过 还有我 还有我 大家一定要脱口笑吧 实际笑 全家脱口笑 好运天天到 关注全家脱口笑每天节目 参与节目互动的观众 将有机会获得苏台灯会 苏州乐园跨年灯会记 夜场门票三张 只要扫描按尾码 关注全家脱口笑官方微信 给我们发送任意内容 就会有机会获得新年礼物哦 记住了 全家脱口笑 好运天天到 微笑看生活快乐 正能量这里是每天带给你快乐和正能量的全家脱口笑 我是杨韵 欢迎各位 听听 听听这个喜庆的音乐 知道了吗 快过年了 过年是一件开心的事 但是我最近怎么都开心不起来 因为我们要出事了 出大事了 马上不是要过年了吗 我跟我老婆这么恩爱的一对夫妻啊 出现矛盾了 有人会问了 什么矛盾啊 我跟你们讲 这个矛盾是很多年轻的小夫妻都会遇到的矛盾 那就是过年 到谁家去过 哎 我跟我老婆为了这个事儿 老是谈不拢啊 去他家过吧 我爸妈不乐意 他是我们家儿媳妇 应该到我们家来过呀 哥不是啊 你到他们啊 上门女婿啊 是不是 但是到我们家来过呢 他爸妈也不乐意 你想说 哎呦 嫁出去你女儿 泼出去你水啊 哥 我们在乖咕咯二十几年了 我今年就到人家去咕咯 你跟人家清酸了呀 哎呦 就为这个事儿啊 我烦了 这个头发掉了好几根你看 是不是 今天早上我为了这个事儿愁眉苦脸 我就走进办公室 办公室的导演小和 你看我这样 就很奇怪 就问我怎么了 我就把事儿啊 就跟小和说了一遍 小和一听起来哈哈大笑啊 雷哥 我阿姨怎么吃你 就最人吃啊 最人是有什么指段版的 我说小和 你是站着说话不要什么吗 你身上不会发生这个事吗 我才不会你 我跟你讲 我妈不在乎 真的 我妈肯定不在乎 那一天 我就打电话给我妈 对吧 我妈 我妈今年过年回家给我啊 我妈奶奶就说 你死了你 你不要回来 你赶快死了你女朋友嫁过去 你回来给我干啥 然后 我就觉得很奇怪了 所以一个 一个当妈骂的 怎么可能 不让自己的儿子回家过年呢 是不是 我告诉你小和 你别特色 你特色什么呀 你妈就是战术 因为你现在没结婚呢 先让你到地方去 把人给拐回来 你懂吗 等你们结完婚之后 你再不回家过年 你试试看 你妈要不处理嘴巴子 我跟你心 是不是 哎呀 这过年到谁家去过 这是一个问题 其实过年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值得我们去聊 今天就聊这样的一个话题 回家 过年 过年回家 这个事挺烦心的 但是 作为一个大龄 已婚 未遇难青年 我过年回家 还要面对其他的造型事 一般来说 我过年回家的时候 那我吗 我是谁啊 主持人 懂得啊 我回家之后 肯定是众人瞩目的焦点 开玩笑 儿啊 平时想要见我一面 有多难 只能在电视里头看我 是不是 我只要一回家 过年一回家 哎呦 所有的亲戚啊 一年没看到 我一年看到 哎呀 我们家大主持人回来了 杨云啊 我太喜欢你的节目了 我同时也喜欢你的节目 帮我欠个命了 杨云啊 我跟你讲 你现在走失豪度了 前几年啊 你得得厚厚厚的 你话都讲不出来 杨云啊 跟我们讲 看你们电视台的事情了 好啊 哎呀 我就在各种赞美声中 飘飘欲先啊 只要我老杨回家 我们家谁 还能抢得了我的风头 是不是 哎 正当我得意洋洋 准备讲电视台那些曲事 给他们听的时候 突然 我唐一家的小孩 推门进来了 一点告一 哎 哎 你进来了 这个时候 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我身边所有的亲戚 刷了一下 全部就跑到小孩那边去了 哎呀 脱开你小宝宝 哎呀 放你都哼 你看 科学死了 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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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风头 瞬间就被一个小毛孩 抢走了 我很失落 我很不服气 我当时就拉住 我们家一个亲戚 就问了说 哎 你不是要听电视台 好啊 你死吗 我跟你们讲讲啊 没想到我这个亲戚 很冷漠的回答了我一句 哪个要听你们电视台 小孩是多好玩 但是 还有啊 你这个口水 三十好几了 到一家年跟玩了吗 这 你还是有什么问题啊 你啊 不是啊 我这是为了失业的打拼 我要给观众带来缓乐 我没有实现 这小孩啊 我们家亲戚一脸不屑 还没得实现呢 带来缓乐 我问你啊 孟非 还有啊 有 你还有孟非出名啊 没得 那不就行了吗 是不是 人家孟非 给我们再来缓乐 有什么出名 最主要的 人家有小孩 你哪 人家跟你讲 再过几年啊 你名气也没得了 那个时候想死小孩 你生不出来了 是不是 现在赚钱又什么用啊 赚贷度 到时候看兵都不够 你还是 哎呀 把我抢了 无的字 这就是我这个大龄已婚未遇男青年 过年回家要遭的罪 我这种 我这种就是结婚的人在过年的时候啊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单身的朋友们呢 也会遇到一些问题 七大姑八大姨肯定会催着单身的朋友 去找对象 男的找女的 女的找男的 于是就衍生了一个新兴的现象 过年回家相亲 是吧 我们来看一看下面这位网友的经历 你就知道了 请看 我谈了一个女朋友 经常拉手一起出去逛街 可是我没有告诉家里人 有一年 我过年回家 爸爸 二伯 我回来了 我跟你说 你这个年龄这么大了 居然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儿子 我跟你说 这个过年这几天啊 我跟你找了一个相亲立项 你一定要去相亲啊 相亲的事我不去了 不去不去 什么 你不去 你不去的话 我就在家上吊 哎呀 我就上吊 哎呀 爸爸 好了好了好了 我答应你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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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行吗 就拿一只红玫瑰 是我爸爸告诉我 和那个姑娘街头的暗号 可是我看了半天 这姑娘在哪呢 好像在那边 当这个姑娘慢慢转身 居然是我的女朋友 这简直是太尴尬了 天哪 看来 我真的需要 再去相亲了 好的 感谢这位网友名字叫 骑着蜗牛再跑 分享你的经历 投稿 就是全家脱口笑的微信 官方账号里的首饰 将会被我们拍成短片 你还可以拿到奖金 这事不算夸张 过年相亲这事我也遇过 前几年 我一个朋友看我单身 替我着急 就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 让我去相亲 我跑过去一看 聊聊天 聊着聊着 我居然发现她跟我一样都姓杨 缘分 但是呢 我看这姑娘 她不是我喜欢的那款 这姑娘呢 对我也没什么意思 要求有点高 所以呢 这个吃一顿饭 然后这事就这么算 后来有一年 过年的时候 我们到老家去大聚会 有很多没见过的 亲朋好友 亲戚全部都过来了 知道吧 我居然在众多的 我这些远房亲戚堆里头 发现了这个姑娘 我当时就很奇怪了 那个不是上次 跟我相亲了呀 这个人来跟不上 这个时候我妈领她就过来了 对啊 杨明啊 来来来来 这是你远房的堂梅 他的爷爷跟你的爷爷 是亲兄弟 来 堂哥 堂哥 堂妹 我都想到当年那个场景 我听了一口血 差点就没喷出来 知道吗 幸亏当时我没看对眼 否则的话我就变成断玉了 你知道吗 其实这个过年回家 还有一件事 也挺常见的 干嘛呢 同学聚会 各种各样的同学聚会 比如说下面这位网友 就发来了一次 这样的经历 过年回家的时候 我们组织了一个同学聚会 一帮同学好久没电 在一起吃火锅 这都是太开心了 好久没见 拥抱一下呀 真是想死你们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发现我们中间好像有人没喝酒 你看你 长得五大三粗的 为什么不喝酒啊 我跟你说 他这个啤酒是不喝的 要喝一般都是喝白的 那么厉害 真的是太厉害了 没有错 一般喝就喝白的 你看 要喝就喝营养 快谢 一喝就喝一大瓶啊 这好像还确实是白的呀 好的 感谢网友春天在哪里 分享你的经历投稿 是全家脱口笑的微信官方账号里的糗事 将会被我们拍成短片 您还可以拿到奖金 过年还有一个传统的习俗 那就是家家户户啊 都要贴对联 我小时候 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人 是一个非常有艺术修养的人 这个你现在看得出来了 过年的时候 家家户户户出对联嘛 是吧 而且好多人家会贴个符子 但是这个符子啊 必须要倒过来贴的 我小时候就很好奇 我就不懂 我说 为什么符子要倒过来贴呢 然后我爸就跟我讲说 符子倒过来贴 就是符到了的意思 我一听我就觉得不对啊 符倒过来贴 那不就是符到头了的意思 是不是 我爸一听他那眼就黑了 什么到头了 没有这个说法 那不吉利的东西 不是 我一看我爸生气了 我就没说什么 后来我看家里还贴了太多的符字了 我觉得少了一点创意 不能光是符字 我得贴点其他的呀 我想到了一个好字 我爸肯定喜欢 钱字 知道吗 我就买了好多那个钱字啊 我回来我贴 哎 然后大大的钱字啊 跟符一样 我倒过来贴 啪 往门上一贴 我想好了寓意了 是吧 符到了叫符到了意思嘛 对不对 钱到了就是钱到了的意思嘛 对不对 多吉祥啊 财员快过来啊 我爸肯定会夸我的 谁知道我爸回来以后 一看墙上这个钱字倒过来贴 反正就 变啊 就会跟嘴巴 我爸一倒 他不是 我钱倒过来贴 不是钱倒了的意思吗 不是好意思吗 对不对 我爸心里想说 你个小跑啊 你什么意思啊 打过来你 你不吉利啊 钱倒过来贴 是钱倒了的意思啊 钱倒过来贴 这个叫倒贴钱 他知道啊 从今以后 我的一点点创造力 都被他扼杀了 好 今天过年的事啊 就暂时 先跟大家说到这里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 爆笑清津喜剧 烙亮热心肠 大爷我 哎 我 我 我那个 我 我已经 请完了 哎呀呀呀呀 说那个烧味是 往这 往这一摆 就是草群舞 往下一拉 就吃两个人 不玩这么一打呀 是 全家脱口笑 全家脱口笑 好运天天到 关注全家脱口笑 每天的节目 参与节目互动的观众 将有机会获得 苏大灯会 苏州乐园 跨年社会 进行电场门票 三张 每天两次 一共六张 哇 只要扫描二维码 关注全家脱口笑 的官方微信 给我们发送任意的内容 就有机会 获得幸运的礼物 记住了 全家脱口笑 好运天天到 哎呀 哎呀 这电视 越来越没意思了 我还看帽里面 来了来了 哎呀 你这不是没撞 来来 哈哈哈哈 你是 大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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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在打呢 哎呀妈 我怎么在打呢 哎呀妈 好有意味道了 想我了 你谁呀你是 不认识我了 不是 你是 来来来来 坐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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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我给你 我慢慢回回来 干啥 那啥 那个 李二牛 你想想 李二牛 你想 哎呀 就是 你爹他们老家 啊 村后的二道梗子 李二牛 你想 当年咱俩一块 下河摸过鱼 光着地步 偷过梨 你都忘了 啊 啊 这 这是李二牛 当然了 哈哈哈哈 我跟你说 你记不住了啊 你是不是小 大爷记得吧 哦 有印象 是不是啊 咱俩哥也没见了 是啊 你不会大爷 见面打着我 我 还想来那一件 大爷我 哎 我 我那个 我 我已经请安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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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没准备红包 你行着啥 你 啥玩红包 用不着我跟你说啊 行李不是为了红包 是表示对您老人家 Best help 但昨天没见 luck 昨天没见了 还这么见伤 可不是 这嫂子吧 对对 哎呀妈 嫂 嫂子 on Sam 哈哈哈 是我来眼神嘛 你可不是 太鼓了 哈哈 嫂子 我嗓 不是 大招 哎呀 哎呀 你看 哎呀 这么也干啊 不是 你见我抱一圈算了 见我爸你贵安算了 你到底想这亲一口 你没明白 跟大爷就得来终事的 是吧 请个二问个后 嫂子那么阳气 就来个稀事的 对不对 得吻一下手背 这是绅士的风度 这哪个人学的这是 哪学的 电视学的呗 这这玩意 二纽黄 你也喜欢看电视 这些个电视不能乱学 尤其那电视剧 昨天我看了个电视剧 我还几乎是洗个脚的一屋 那丫头催了仨被子 还有的下个大雨 你说那谁家门窗都关得严实实 他扯脖子哥马路上喊 我奈你 我奈你 那奈是孙丰儿啊 谁听见呢 现代电视剧 就是抓人猎奇的心理 你爱看什么就给你播什么 连续剧一集一集的拍老长 好像我说的那么长呢 后来我一看才知道 前情回顾站15分钟 下集预告 占20分钟 整个剧情就能分别 所有剧都可以看分别一下 你说牛随间跟电视剧都玩学 能学得怎么考的 不能 不能学这就对了 我说牛啊 二牛啊 二牛啊 这位上海家来的是有啥事呗 啥事 那个没啥事啊 就是大爷 你先吃个橘子来 没问题 这事是好说 哥大爷这儿啊 没有哪一事 这事是我一直在心里边这么多年 嗯 我就一直很想达成一个愿望 别大爷说 没事 我要上春晚 干啥大爷 这么大反应的吧 橘酸的咱 什么酸的 干啥 大爷 放给您的食物 上春 你说啥 春节两个晚会 我上 上春节两个晚会 你要上春晚呢 对啊 大爷 我跟你说 你这人有球兵 又热心残 你要不答应我 我跟你说 我这叫我出门 我就干啥 我就撞撞 干啥 我这真是 行行行 你这不又不赖吗 这我告诉你啊 我就不走了 是吧 我告诉你啊 二牛 干啥啊 你这事是大事 上春晚这事能随随便便吗 上回我求我爸 让他给我安排一个播新闻联播 他都没给我办 还能帮你上春晚啊 我跟你说 这是办不了 主要是人家没有当机 大哥了 你我这个是大夫 你播新闻联播 你往那一做 就只能到事 对吧 台子不开心 但是我行啊 我跟你说啊 你这事你必须得帮我 我这么远过来 我就跟你找梁大帮个忙 对不对 你既然说帮不了 然后哥这边也说不行 嫂子这边说也不同意 那我就回村里说 我说老梁在城里混的牛了 其实啥本事都没有 谁说我没本事啊 不是 爸 不是 大爷 你说的啊 你有本事你能让我上春晚吗 冷啊 没问题 不是 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爸 这事你不能冲动啊 这事你答应啊 我没有冲动 为了我的金字招牌 我就帮你上春晚 哎呀 太好了 从今儿开始我就住了 哎呀呀呀呀呀 你这是 爸 你全是找这事 什么 上春晚这么大的事 你也敢 上次做主啊 啊 你吃过药了啊 还是根本就没吃药 我不用吃 我这是为了咱没问题 帮忙公司的金字招牌 哎呦 金字在哪啊 招牌在哪啊 有幸好当初没有给你搞什么招牌 搞了招牌 人家待会儿就来拆招牌了 妈 爸呢 他是刚才一时冲动 过一会儿自个反一反就知道 他这会儿已经知道错了 迟了 冲动是什么 冲动就是魔鬼 不是这个 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 对不对 但是现在说什么也没用啊 咱们已经答应那二流上春晚了 你现在就得给人办这事去 都答应了 你问他 那这样吧 一会儿我回船里去问问啊 看看今年有没有人去演出 能不能给他进去当个什么观众啊 你也说的是上春晚演出 那不是观众 现在有请观众不是演员啊 你别说啊 我妈那主意说不定还真成 没干啥 还谁 估计就是那二流 我知道是你 大哥啦 你过来过来过来 好嘛 你都赚错了 你过来 二郑 这我郑重其事的跟你说 两个条件 第一 以后别再当着人的面 跟我叫大个子 多好啊 好什么呀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 后来不是没长吗 还有一个啊 以后少过来就跟我挂 到底揉一大圈 闲上哪个子大 帮你长个儿吗 不是 那没怎么长的 哎呀 行了二牛啊 大爷 那个赶紧通知你一个消息 你上春晚那个事呢 有美目了 哎呀妈 你看我大爷办事啊 都有效率 太好了 主要是你大妈人面管 啰子多 谢谢大妈 大妈呀 我跟你说 我长这么大 说实话 很多人都在帮我 但是大妈 你这么一帮我 我就觉得 你就是我亲嘛 真的 你就是我亲老妈 你就我亲亲妈 好好好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设计我 你就知道 怎么很甜的 感谢感谢 不知道啥表情 这样啊 我呢 拖拖人啊 尽量到时候呢 让你往前面做一点 那就太好了 啊 来前面做一点 妈妈 啥叫往前面做一点啊 坐在前排看得清楚啊 就是啊 观众席的前排 我不当观众 我说得很清楚 我要当 我就当演员 我表演节目 你才能讲 那你能演个啥节目啊 还演个 今儿我就露一首 手上来说这个唱 啊 一般人来不了 是不是啊 我来 听听 妈你专业的啊 听唱啊 就是每年春晚最后唱的啊 嗯 河海每年春晚都有 表情 看吧 男王 今 小 男王 今 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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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不全就不说了 关键嗓门太大了 这要站在春晚舞台上 你这一亮嗓子 李古一懒得上来了都 你唱这歌李古一干嘛去 李古一做观众们 嗨 他说你个春晚不完了 啥呢 这不行啊 啊 孩子啊 这才艺咱们放弃 这个 唱歌 还有其他的吗 跳舞 啊 跳舞也会啊 跳舞一下 你还会跳舞 今天 我真的我刀具带来了 这是啊 跳舞特好题了 我的天的 哎 呦 这这什么 这什么 这啥呀 烧麦舞啊 啥就烧麦舞 穿的跟烧麦似 往这往这一摆就是草群舞 往下一拉就小天鹅 哈哈 小天鹅你整个一掉高鹅 就这个 那你来个小天鹅吧 来一个啊 来一个啊 你看你看 你看吧 这个 这个 一位啊 啊 啊 二位啊 啊 三位啊 啊 我们这就三位了 没有多一位了啊 四位都没有 来个来个错位啊 这个 啊 多少 这个 哎 这个 哎 哎 来 老板 老板 动个嘴巴 哎 哎 这啥啊 小天鹅还在动嘴巴 不不不不不不 起鹅小起鹅 行了行了 别别怕了 反正有没有 那个拿得出手的香蕉 对呀 你特别拿手的吗 拿手 嗯 拿手这是 得出绝招了 哎 还有绝招了 找亮呢你 拿手拿手 哎呀 在这 我就带了 看吧 又喝 又 是我这场 最近春晚啥啥是这副 啊 唱歌跳舞都过眼云言 咖啥就过去了 语言类节目 哦 哎 这个很少放开碗吧 都一帮说下 我吓死你了 有一个吗 哈哈哈哈 哎 我这是能的 那你们这个会不会吗 这个来好啊 来来来 还配乐的啊 啊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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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是鳖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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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花样有啊 来看啊 有有有有有有 哎呀 哎呀 哎呀哎呀 花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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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跟人家确实不行 这跟杂鸡是很好的结合 还行你别说 他前面就没掉之前那几下而已 还行 现在呢还不错 不是 现在 我都展示成这样 你就得好好给我介绍上出版的 恐怕还是差点 干嘛呀 还是不行 那个因为今天那导演是谁 导演谁啊 冯小刚吧 对啊 冯小刚叫啥 叫冯氏幽默啊 冯氏幽默是冷幽默 所以你这太显得太热闹了 跟他那个节奏情绪不稳 那完了 二牛啊 咋着 看看一点啊 人生在世趋止算也就三万六千天 要谋出路多少种 至少三百六十 啊 何必非得上出版 别处咱也可施展 这倒是 吃点啥呀 我这便最想商 predicted出版 出版也上不了 活有啥意思 你说帮我帮 你帮人家子 让我没活了 哇 你是不是说中了吧 爸 你照他这喝法 喝了什么毛病 让他喝吧 说话说 一醉解千愁 咱子看着 不会有事 李二牛 这么牛的本事 真不能上车 你俩说对不对 你们说对不对 您俩说对不对 是吧 我跟你说 我可棒了 你俩比我比我 看着 你再照着 小师傅 你再照着 这位大哥你头伙去 一看你就很有钱 你西装领带 黑皮鞋 还有iphone 在里面 哎呦 观察的挺仔细的 嘛 要说这些 都是奇思 主要是啊 是什么 大哥 你还有一条金项链 你干嘛 我留下你了 我又跟你说 这位大姐别着急 这位大姐你别生气 哎 生气容易长周纹 长周纹容易厚脸 不是不是不是 那个大姐你如白又貌美 今天挺多21 嗯 要是你要生我的气 转眼就变110 有这么夸张吗 不是不是 那个小弟绝对不夸张 啊从来都把持花家 可惜伯乐无处寻 独自一人 怕去杀 哎呦 不把你 可是弄起来 哎呦 你算到了 到我这个地方来 就点他发生意 好好好好好班天 哎 你这个婆娘真讨厌 活脱脱一个势力眼 迷我目一都是客 嘴脸岂能随意变 今日好言来央院 你不要跟我再碎碎念 如果你要不悔改 我烧你这个小婆爹 呦 乖乖 我快趴你了啊 我让你趴花生米 趁了一天的空调 你还得神紧迟了 告诉你啊 在这一片 我请他妈 还没有趴过谁 对吧 你给我出去 哎哎哎哎 我退你钱 我退你钱 你让我去 我就给我去 哎呀 你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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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梁你听我讲啊呢 他看他讲那话 嘴中不好听啊 酒后胡言乱语 你别听他的不是心里话啊 啊 忙你忙你忙你啊 那你帮我看了他啊 行 不许他在为了赛影 放心啊放心我知道 一盘花生米一片二股 我退你钱 你说另一遍了 这我都很烦了 我有让梁晓鸟啊 我拍着呢 那我一直拍着呢 拍着呢 按你的 grup 这有能管事吗 我也不知道 死马当活马医吧 要是活马 河马和死马 我是一个大河马 我是一个大河马 不是 那个 二牛二 你就别走了 你再住两天呗 不了 大哥子 不是 那个 梁那个 不住了 不住了 我跟你说呀 这两天呐 我是彻底相通了 这个人呐 再有才华 又不着不乐不行 你看我这样人 整个就是天度英才 红颜薄命 寡妇门前是非者 不适合你 我跟你说 我上庄晚没啥希望 我就老老实实回家 该干啥 干啥了 走了 走了 来了 去开个门去吧 啥玩意就来了 开门去 你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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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呢 这一家的人啊 我带着 干啥生活错误了 咱第二台再找你了 我问个事啊 干啥 你就是李二牛是吗 是我啊 各位观众 各位观众 这位就是近期在网上 因为大快玩而爆红的李二牛 李二牛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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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警察的 我给你介绍一下 我呢 是江苏电视台综艺频道 全家脱口笑的节目主持人 那节目 我看过一回 我看过一回 真的挺好的 我喜欢你 你像杨运是吗 对 就是我就是我 哎呀妈 哎呀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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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期节目呢 是我们全家脱口笑春节特别节目的录制花絮 是吧 我们成交各路英才参加我们节目的春晚 春晚 春晚呢 妈 春晚呢 对 不过你也不用高级的太早 不是中央电视台那个 是我们自己节目的那个春晚 不是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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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的话 我这身衣服是不是 哎 我跟你说 完全没必要 是吧 咱们需要的就是原汁原味 原生态 要这样是 对 对 你说你在分哪里的最好 哎 哎 哎 没问题啊 跟我做好吗 哎天哪说 我出完了 哈哈哈哈 都想跟我说 出来了 天哪 可不得estar 啊 啊 表现啊 你好 sais 哈哈哈 小时候肯定模仿过鸥鸟 的时候まぁ 哈哈哈哈 你看我们三个俩都脸 Strong 你现在觉得他脸肉 след多 肉还多吗 跟无言索一样 会不会说话 记住了全家脱口笑 好运天天到 欢迎各位 杨领导里台 金换的布拉 每天我没出场 都很怪 都会都会有很特别的设计 是的 比如说刚刚我们干什么 常来常去 大家不理解什么意思 是 跟今天的出场嘉宾 肯定是有关系 因为最近在这个社会上 风靡一种叫密室逃脱的游戏 很多年轻的男女 都会去玩这个东西 你们听过吧 M1听过吧 听过吧 喜欢吧 密室逃脱 对 但是可能对于很多的观众朋友 来说并不是熟悉 这一个密室逃脱 到底是做什么的 对 所以今天我们普及一下 让大家知道 密室逃脱到底怎么玩 到底好玩在哪里 好的 来请出你的人 来请出我们今天 非常利润 三位交易 来欢迎 Herry主题密室负责人 都是智商超群 财貌双全的年轻人 今天结果修静会怎样呢 游戏指出 难可惜 来来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哈瑞密室的 我叫田野 就是希望大家有工作 可以到那边去玩 田野 大家好 我叫刘斌 来自哈瑞密室 刘斌 好 他们俩我都没记住名字 我是哈瑞密室唯一的女朋友 说到这个密室逃脱 我就会联想 因为我没有玩过 我也没有玩过 我也联想到 是不是她负责什么呢 她就负责 就像我们打那个超级玛丽一样 然后最后会营救一个公主 然后把这个公主救出这个密室 最后一个房间是她是吗 对呀 说明你还不是太了解 密室这样吗 因为我们有一段VCR短片 我们先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OK的 来看一看 你是否想成为她 或者她 还有她 这里可以实现你的立项 Hairon主题密室 是现如今高智商人群 最非热衷的逃生真人游戏 在Hairon密室中 共有四大主题场景 只有将层层机关一一破解 才能通关逃脱 在恐怖画室 文艺经纬的表象下 暗藏着无限玄机 画布上的人像 仿佛在诉说着一个悲惨的故事 镜子里又会出现谁的影像 在爱丽丝梦游闲境 可爱与浪漫 掩盖了未知的秘密 一连串隐秘的机关 将带你走进一个个闲境般的世界 在致命音乐 整洁的外观下 隐藏着你所不了解的真相 各个角落遍布着重重机关 你又能否穿越激光射线的波阵 拼凑出逃生的密码 在凄凉的古墓里 阴暗鬼魅的气氛 令人窒息 墙上的骷髅眼暗藏玄机 墓碑下 究竟隐藏着谁的缘理 这都需要你看穿假象 分辨真美 才能迎接甚略的熟望 如果你想自己感官 表战局限 那就来台队密室 哦 越看越有兴趣啊 越看越神秘 这个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实际上我也没去过 我以为这种密室逃脱 是那种做工很简陋的 然后只是凭些小智慧 没想到他们两个木板 然后把钉子借下来 怎么可能 没想到他们用了这么多的高科技 而且连那个墓穴地道都挖出来 就很下学本的这些事 怎么想到去设计这些关卡 是谁想到的 谁是创意总监 一起吧 应该算田野 一起 他是主要的 对对对对 所以我一直认为设计这种游戏的人 这个性格一定是扭曲的 是不是 否则的话你好好点 你不去搞什么建筑 你是搞这个设计的密室 里面有很多那种很特别的情况 比如说这种电动的 刚刚运哥也在影片里看过了 对对对 这种电动是你们自己去设计吗 还是去找人去设计 对呀 想到这个 找个电弓去焊一焊 对 怎么想到这个 呃 这些设备的话 就是我们装件这些密室呢 首先要把一个大缸弄出来 弄出来之后呢 然后里面的设备 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士去制作 去设计 哦 我还有一个就是 很奇怪的想法 有些人脾气可能不大好 那本来去密室逃生 可能就是为了这个发泄自己的压力 就是缓解自己的压力 结果完全就出不来 搞不定了 会不会直接就是发脾气 然后就只用脚踹 放我出去 什么破关卡 然后 会有这样的 精神失控的吗 会啊 经常有人破坏 所以田野他是电弓 然后水弓 然后木弓 什么都是他一个人 哦 本来有空 我们真的可以都去玩一玩 哎 真的 真的 这样啊 我们今天是来玩游戏的 这个密室逃脱是个游戏 然后我们今天设计的游戏呢 也挺好玩的 哎 但是呢 必须要有惩罚 玩输了就要有惩罚 玩赢了就有奖励 对吧 玩赢的话就一千块 是 回去都修两道门 都买几把锁 是不是 然后输掉的话呢 哎 我们还有惩罚道具 来来 惩罚道具 好 看 惩罚道具就是这个了 夹子 啊 这个夹子呢 不是用来你把它解开啊 或者缠绕在一起 然后你解掉 我们没那么复杂 我们智商不够 就把一些解开 我们是必要这个叫什么 短瓶 所以把夹子夹在脸上 夹好之后拿绳子啪一拉 就行了 对啊 就行了 大家都会做 也没有什么密室 讨论那么普遭 哈哈哈哈 但效果会非常理想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肯定用不着 啊 肯定我们肯定用不着 有有有有有 哎呀 到我这边来说这个话的 还没几个 真的 同样你是女孩子 虽然你长得很漂亮 但我们这边有八个 嗯 对不对 有没有写金 有没有写金 有 有 但说这个话 八个都没有她一个漂亮 哈哈哈哈 每个人都不用我出马 他们一个人搞定 真的吗 好吧 那我们就放马过来试试 好 来来来 第一轮游戏谁来抽 哦 好 七号就 七号 我看看 我看看 哦 他在 他在 他在的 来看看七号是什么游戏 来 游戏七 神偷碟影 所用到的物品有 折子和碟片 将十一张碟片放在弹条折上 游戏过程中只能单手碰触碟片 将碟片弹起 而后在空中接触 一分钟的时间内 多者获胜 好 第一轮游戏叫神偷碟影 为什么刚刚我说 看一看他在不在 哦 在的 真的 你们第一个谁来找虐 你来啊 小伙子 你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 对不对 你接下来以后将会自信心 荡然无成 当然不可以随便挑了 我们有首官大魔王 有首官大魔王 很厉害 啊 你 这样吧 让我来交代几个啊 他是可以11个碟子 加上11个的 也就是说他可以 破fire是完美的 所以我觉得 赢的机力不大 但是你可以扰乱他的心智 跟他多说说好听的话 然后眼神去看一看一看 对吧 发生这种战略 是美男子吗 对不对 美男子啊 哎 你可以 你可以跟他说两句话 扰乱他的心智 对对对 你吃了吗 吃什么 我问你吃了吗 吃什么吗 好吧 那我们开始 不能这样没礼貌 他他他他 不是他可能吃过了 可能被玩了 吃多了 哈哈哈 我跟你讲 你知道他做么吃了什么吗 光蝶 哈哈哈哈哈哈 好了 马上我们就开始玩 是是是 他玩过之后 估计你就不想玩了 来请就位 来 预备 进食 开始 哎呦 哎呦 你是故意的吗 你倒水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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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开始 哎哎哎哎哎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OKOK OKOKOK 11张抓了 玩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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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怎么回事 今天成绩怎么这么差 11张抓了10个 你就说差 成绩太差了 再接再厉 好的 现在轮到我们的密室潮生的专家了 各位朋友 神偷电影之天女散花 你认为我一个都抓不到吗 开始 再一朵 两朵 继续 没关系挑战自己 三个 这个不算 一个 两个 三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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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我觉得还不错 他是一个象形专家 小时候肯定模仿过鸵鸟 鸵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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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不错 好 怎么也不管数量了 你们输掉了 我们赢了 耶 不用高兴 不用高兴 这个赢是正常的 对不对 怎么样 看你特色这个样 干嘛 那马上来第二季的游戏 来 再抽一个 看一下 哎呀 我们这位美女 抽到了是十号球 来看一看是什么 脱口笑 全家脱口笑 好硬天天到 从今天开始 只要是参与 全家脱口笑的观众 就机会获得苏台灯会 苏州乐园跨年灯会 以及夜场门票三张 每天送两次 一次 一共是送六张 从现在开始 扫描二维码 关注全家脱口笑的官方微信 给我们发送任意的内容 就机会获得这份幸运了 记住了 全家脱口笑 好硬天天到 我们这位美女 抽到了是十号球 来看一看是什么 游戏时 走钢丝的球 所用到的物品有 球 和绳子 在游戏过程中 利用绳子的张力 控制球的方向 将球放入三个指定的容器中 用时最短者获胜 好 这轮游戏名字叫 走钢丝的球 依然是考验手上的稳定型 那这一轮谁来呢 谁挑战一下 那我来吧 田野 你们你们派谁 你们还派那个发挥不稳定的吗 发挥不稳定的 对 哦对哦 这个游戏这个人 最近一直发挥不稳定 对啊 实强实弱 是的 一人 一人一人 一人 我发挥不稳定 大概有因为我最近长高了 一人你觉得怎么样 这也长相 我觉得他 你看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你实话实话 上的肉好像多了一点 我给你讲 最主要是看对比 来韵克你来 哈哈哈哈 你在旁边 我脸上有多吗 你看 我把吃到边上 再给我吃了 你看我们三个人脸上一起 你现在觉得他脸上肉还多肉还多吗 哇塞 跟无言组一样 哈哈哈哈 会不会说话 好了我愤 这个脸上肉有没关系啊 我忘乎不行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搞笑的 玩游戏玩游戏 玩游戏啊 来一人先开始 来来来好 一人请准备 预备计时开始 啊 啊 我刚刚已经说了把学阵局交给他了哎呦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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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一人这次用时16秒哇 哎呦你还想玩吗 我刚刚已经说了把学阵局交给他了哎呦 有气魄的 16秒都可以这么嚣张 有气魄的男人 来来来 来预备计时开始 哎呀 这加快速度 20秒已经过去 尽量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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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话说的好气人尽量吧尽量吧尽量吧 哎尽量不算了吧 啊再来一个吧来来来来来 要不算了吧玩一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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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哎呦 啊来再再再玩再玩一下 最后一个 哎呀啊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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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今天的游戏两轮就结束了所以呢 那接下来惩罚就要开始了 来来来来来哇 叫你没事搞什么密集逃生 这样吧我们就就是 总共就这么多家子对对对对 假女生肯定我们舍不得对对不对 你就往旁边看你 好这么好的事应该交给他们两个 来尽量的帮忙尽量的帮忙啊 来来来来来来 这个这个刚刚不是说脸上有肉的吗 对啊脸上有肉的过来 你好加 你好加一点你好加一点 想怎么加怎么加啊 我数三二一 咱们就结束今天的节目啊 如果想来报名的话 可以通过屏幕下的各种方法 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比赛 获得同样的开心和幸福 好来准备到前面 三 二 晚安